昨天我们提到那在疫情冲击下 房地产的交易量在上半年下滑了25% 那二手房地产行情看淡 但买家似乎对拍卖桌上的房子情有独钟 让拍卖市场的需求在近几个月来有所增加 需求比以往多了 但摆上拍卖桌上的房产 会不会因为疫情冲击下而同样增加呢 在经济未见好转 失业有增无减 再款还贷计划随时结束了当儿 是不是会有更多人因为还不起房贷 而导致更多房产被雷隆 让我国房地产出现拍卖潮呢 那大马拍卖市理事会主席穆斯达法欧斯曼早前就表示 该理事会估计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加上经济不景气 那拍卖房产数量会增加30% 不过几位受访的业者却告诉八点最日报 由于暂缓还贷计划还没有结束 估计今年内不会看到受疫情影响的拍卖产业有限 最快也要明年中旬 甚至2022年拍卖房产的数量才会显现 大马专业房地产代理和顾问协会 属理主席薛伯龙认为受疫情影响而出现的拍卖潮 或许要等到明年6月才会涌现 但是另一位地产中介却表示 在暂缓还贷计划起诉之后 可能明年初就会看到拍卖潮陆续涌现 而他也表示拍卖的房产类型也开始从过去是比较偏远的房产 到现在是一些比较市中心高端的房产涌现 虽然陆续开始有不同的房产被摆到拍卖桌上 但从事拍卖房产业务的罗传杰却认为 这一波的拍卖潮不会达到疯狂的情况 因为如果房子是自住的 无论行情多坏都会想办法保住 所以最多只会比以往分加10%到20% 假如一年有2000个拍卖案子的话 我们的预测疫情之后 2011年可能最多也是多10至20% 就是说可能是2000就变成2002到2004个案子之间 不会说因为疫情而翻倍 而产业估价师倪川鹏则表示 目前银行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友善 银行追讨现代的态度也放软了 毕竟以目前房产试况 拍卖也未必可以卖得出去 虽然房产交易量降低 但还是有不少人看准疫情来袭房市放缓之际 想以更低的价格来拍卖产业 但是罗传杰则表示 以他估计拍卖的价格不会跌太多 行情不好的时候 COVID-19来的时候 就多它两轮而已 就以前跌三轮 现在跌四轮或五轮就卖出去 所以是那一个最终成交的拍卖价钱会下调 可是也是 certain property 而最明显的其实就是non-landed landed其实是没有影响 就是一些在空中这一些产业 才会有这样的趋势 那为什么说拍卖价不会跌太多 最多只跌大概20%呢 罗传杰就表示 一般房子拍卖的时候 第一轮降价是市场价格 那如果没有人标价的话 那么就会降价 然后再进行第二轮的标价 每一次呢会降10% 而以他的经验跟观察 现在最多也只会比平常 多跌一个10%到20%而已 特别是一些热门地点 那个价格是不会跌得太厉害的 因为市场上呢会有一些 有资金或者现金的买家 等着去购买 因此价格一跌 就会由买家进场 在中国 store中的最有最大 百分之亿投射 只会为放购买家 那是还以后 就是起床 来在日本当月 远远点